好 好 各位晚安 很快又到了我们Charlie Mike的时间 今天要讲个一页多一点 把75页 跟76页讲完 那我们回忆一下之前的进度 之前的进度蛮精彩是Grady跟Mix 遇到敌人了 敌人的大部队 所以他们要慢慢的 躲到河里面去 因为天色还没有暗做撤退 那在千军一法之际 找到一个暂时可以躲避的地点 因为 这个河到了往 东 往东流的末端结束的时候是一片开阔 没有隐蔽眼壁 所以 Grady就发挥他的专长找到 一个像 石头正样的那个特殊地形 作为 入夜前暂时尝逆的 藏身的场所 所以两个人发挥了各自的专场 Mix雖然是菜鸟 而且还在补考 但是呢 他因为有先天的对敌人的特别的敏感 所以他先发现了敌军回来通知 队长 Grady 说大部队来了 所以等于 救了队长一命 没有发现的太晚 然后 队长呢 在撤退的过程当中 来发挥他 地形眼的专长 找到那个石头正 准备躲进去 这个是我们前一次的进度 蛮精彩蛮好看的 那现在我们场景在第 75月 结束的地方 呃下 就是75月最后面那一段 讲到了队长 Major Colvin 在跟空军 支援的空军这个空军应该隶属于军部那个Core 里面的 应该是属于支援因为美军的部队本身有建制的空军 是很常见的 陆航就不用讲了说不定有一些 建制内 配属或者是说 作战管制的空军 这个美军来讲非常习惯我们比较不习惯了 因为我们对于跨军 跨军种的协调联系 呃并不是 表演性质居多并不是这么的顺畅而且也不熟练 这是我们 军种 协同作战 这可能很不足的地方啊我个人认为 好 那我们可以 观摩一下美军 在60年前 呃 这个Ranger Company的连长怎么去跟空军 来做协调 然后 告诉空军要怎么去执行任务因为整个作战计划是Major Colvin 定定的 他要怎么去运用空军 他要把他的作战构想告诉空军 然后有 等于说我剧本写好了 你空军要怎么演 你要怎么了解你的角色 我要让你知道 我要让你知道你要演好你一演不好一炸乱炸炸错敌人没炸死把我的人炸死 我为什么讲我们没有这种观念 我以前在美国for banning受训的时候排长最重要就是怎么申请 火力资源这个火力包含了地面的火炮甚至空中的 你不小心东西弄错了你就把自己人炸死 哈哈哈 好这样子 那个是排长的基本技能 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训练 演戏演久了就 我就是真的失传了 说明从来就没有过我个人认为 好 我拿下实体书 私底书 75页 先备用在旁边 待会朗读的时候可以用到 那我们就开始来讲 一开始就是一个有quotation marks 就要是有人开始讲话了 This is an all-air show I've shown you the exact location and how we're going to do it I believe it's a sound plan and if executed correctly it will maximize results and can't emphasize enough how important things are Colvin正在像做简报一样的这种讲法 从内容来看 This is an all-air show 就是说这个完全是空中的 戏码 表示说 他要吹捧一下空军啦 就说全部靠你们了啦 我们地面该做的都做了 现在就看你们表演了 意思是这样 那个叫all-air show 全部都看空中表演啦 I've shown you the exact location and how we're going to do it 我已经告诉你 确切的 非常详细明确的位置了 敌人的位置 显然 mix已经 不是mix 显然 队长Grady Tutu的队长Grady 已经回报了位置了 这样子 那他既然回报的位置为什么要赶快离开你再不离开那个 那个空中攻击来了 自己也被炸死了 只不过说他们两个要离开的时候 大部队刚好在 然后 动作会很缓慢 他说我已经告诉你确切的位置了回忆一下之前在开军部的作战会议的时候 情报官 不是情报官 情报处处长就有建议空中攻击 那作战官讲 作战处处长讲说我们不知道位置不是等于 我们知道狗身上有跳蚤但不知道那只跳蚤在哪 后来Major Calvin说有把握找到跳蚤现在找到了 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他们的位置 确切位置在哪里 敌军的 and how we're going to do it 还有我们要怎么去执行这次任务 I believe it's a sound plan I can't emphasize enough how important the timing is 我刚刚看错了 我 一再的强调 时机点是非常重要 这个不用我再重复赘述 因为时机点已经到了 你们不要在那边 在拖时间 也不要在那边偶戏撒讲一大堆 拖拖拉拉的 时间点很重要 过了那个轰炸的 或是空中攻击的时机点 任务就 没有办法看到具体的成效 Colvin looked directly at the Air Force Forward Air Controller Fact 那个叫做空中前进管制官 在越战那个时候 空中前进管制官很重要 因为在空中这么高的高空 你要让地面火炮打不到 高空多半都是 超音速的 我们讲的战轰机 或者是 所谓的战斗机 那个时候的机型 比较常见的 从F100就有了那种军刀机 属于寒战时期的 可能他都还用到越战那个时候 不过主力已经到了F15 到了 F4 Fantum 这种 我不知道中文Fantum是什么 鬼魅式的 这种 战斗机 或是战空机 为主 F15跟 F4 幽灵式战斗机的幽灵式的战斗机 幽灵式很有名啊 以前我们 民国六几年的时候新竹空军机都还有一个中队吧 那个幽灵式战斗机美军的中队在新竹 在台中清泉刚好像忘记了 所以那个F4 是非常 受到 美军的喜爱 连那个 他们的 他们的空中的 所谓的蓝天使 都还有F4的表演的机型 对 所以要有 空中的 空军的前进管制官就是说我要派出一组地面人员 带着观测器材跟无线电 可以跟空军 超音速 无线电的 无线电 他那个 可能 不管是 波段 跟他的 无线电的这种电波的强度 各方面都够的 那个应该比较大台一点 做什么呢 比如说你坐标报哪里哪里可是坐标报那个地方 空中以那个时候来讲没办法很精确的锁定因为地面的状况飞行员看不到 还不像现在那么精密 所以地面的要有一组人员 先观测好 甚至可以看到敌军的动态 再做修正 然后 导引他投弹 那因为地面这一组的空中管制官他本身也有飞行经验 他知道你在 炸射的时候或是说你要用什么样的炸弹那时候可能还没有 4G外的 比较少啦 4G外的空对地的这种飞弹可能还比较少 甚至性能不像现在那么好 大部分要有地面的人员去导引他做投弹 再做修正 这组人叫前进空中管制官 叫 FAC Forward AirController 这样子 那现在还需不需要 现在因为科技比较发达了也许不太需要了 就算有的话他可能做别的用途 这样 多半用在特种作战会比较多一点 闪手行动的特种作战会比较多一点 好我们看下一页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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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了 不会两页都74页吧 又发生上市的问题不会吧 好果然 其实两个都是7475 好现在看76页 好前面我用实体书来念一下有几个字 要补上来 Colvin looked directly at the air force forward air controller FAC Sit in 那那个Colvin是在跟谁做简报呢 或是跟谁在 讲话呢 跟空军的 前进管制官 在讲 那那个管制官坐在 第2个椅子 Sit in the second seat On the aisle 现在的位置有可能在连部 坐在第2张椅子 走到上第2张椅子 那我想他们应该很熟啦 Tom Your fast movers have got to be on station and know what's happening 他说你的 Tom他在跟那个前进官 空军管制官讲 说 你的 Fast movers是指 喷射 战斗机 作伴都是超音速的 喔 那叫Fast movers have got to be on station 必须要待命啦 and know what's happening 然后呢 要知道整个状况要了解 要了解他的任务 The pilot spoke in deep voice 然后那个前进空军 空中管制官多半都是飞官 所以他了解 飞行的时候状况怎么样 地面才能够 去模拟空中要怎么做比较好 The pilot spoke in deep voice 那这个飞行员就是前进公众管制官那个Fact就用一个很 就用一种很深层的声音讲 Sir My people are ready 我的人 都已经待命好了没问题了 The jet jacks have already been chosen 那个Jet jacks 那个Jet就是喷射机 超音速的 Jacks是指 应该是 Jacky的另外一种写法 那个Jacky就是骑马的骑士 你看那个马术比赛上面骑马的那个叫Jack Jacky 其实就是飞行员啦 就是pilot Jet pilot Have already been chosen 说我们把人都选好了 都 准备好了 你不用担心啦 那我讲过空军飞行员都是蛮善的 他不像那个 军种特性不一样 不像地面的 陆军其实也很善啦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特种部队有时候执行任务 他是任务导向 他平常可以很善慢 可是讲到任务的时候是 一定100页 那那个飞观就流里流气的啦 好这样子 因为他不会 除非有空战啦 他不会跟敌人直接接触到 这样他 任务完了就回来了 这样子 任务的时间不长 不像特种部队 一到 一出任务一次就一个礼拜四五天这样子 And my boss is flying up to Vietnam tonight to brief them on your plan 他说我的老板就是他长官 圣 飞往 Darknam 就是越南的一个地方 我们先不去管那个是哪里 那应该是他们空军的一个基地 的所在地 今天晚上就要飞过去了啦 去干什么呢 把你的计划跟我们要怎么配合 的那个整个计划 作战计划 去跟我们那边准备 选出来准备执行任务的人做简报 所以你不用担心 Colvin smile Good 那Colvin就微笑 说很好 这样子 You then turn toward the aviation battalion's Operations officer 然后他又把 头转到 航空营的 作战官 注意到那个Aviation是陆航的喔 两个不同的单位 虽然都是飞 那陆航的 机型的装备就比较差一点了 他不会有喷射机那种 他多半都是 武装直升机 就是我讲的 AH-1 这种 超级眼镜蛇的第一代 再来就定义机多半是侦察机 那种 Lieutenant Sykes 情报官做的那种定义侦察机 那个应该螺旋讲得非常慢 但高度够 以那个时候的对空的武器还不太容易打到 这样子 然后Colvin就转 转头向航空营的 作战官 陆航的作战官讲 Anything you want to add Shelby 他说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这样子 I don't John Looks good to me 他说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这边看起来都还 还好啦 没有什么我没有自爱南希的地方没有 所以Colvin在联部跟 作战 支援 我们应该讲说战斗支援或者是说 空军 空军因为跨军种 他来作战管制或是支援的 空中火力资源的空军做潜报 他自己是计划拟定的人 他在跟陆航讲 陆航应该是军下面的 陆航的航空营的 作战官讲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样子 OK I can tell you're ready Remember Timing is the key Gentlemen This is all I have Lieutenant Sykes will brief you on Como Frix And Checkpoint Locations Good luck and good hunting 他说好 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们都准备好了 要记住 Timing就是 时机 那个 时机点 是 最关键的 赤胜因素 你们不要错过那个时机点 Gentlemen 就是各位 That's all I have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没有什么就结束了 That's all I have Lieutenant Sykes就是他的排长 也是情报官 We'll brief you On Carmel Freaks 那个 Carmel Frix 是 Frequencies 就是 Carmel是communication Frequencies Frequencies 是指 他的频道 那 他讲说我们的情报官 肩排长 Sykes 忠孝 会告诉你们 通讯 频道 呼号等等 这方面的事情 他来 再给你们做详细的律定 And Checkpoints Checkpoint Locations 还有检查点 的位置 在空中一定要看到比较明显的标的 当检查点 才知道位置在哪里 Good luck and good hunting 祝大家好运 出任务愉快 这样子 He walked down the aisle to the operations room Where Childs stood waiting 他就整个 作战会议就开完了 任务也分配好了 就 走出了走道 进入了作战室 他的作战指挥中心 你讲战情室也可以 或是作战指挥中心 他刚刚那个应该是在会议室 也就是 Mix菜鸟刚刚到连长要做简报的那个地方 跟他们迎新 训话的那个地方 那在作战室 不是作战室在 战情室里面或是作战联部的作战指挥中心里面 作战中心里面 连事官长 那个 Childs 就已经站在那边等他了 好他讲 What do you think Jerry Should I have added anything 他说 他就跟他讲说 你觉得怎么样 我要不要 呃 我是不是应该 再多讲一点 补充一点 我是不是讲的不够 有没有遗漏什么东西 是这样的 他问那个司官长 因为司官长可能在门口偷听 他其实问他说 我讲的怎么样 我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 Now The Downshit Primadonnas Wouldn't understand anything too technical 他说 他说 呃这些 他讲的那个Dumbshit Primadonnas 是指他们自己的人 那些Ranger company里面的人 他说你不用再补充什么了啦 我们那些笨蛋 那些出任务 Primadonnas 是说第一次出这种任务的人 我们自己的队员 根本就不了解 太高科技的东西 你刚才讲那些也没用 What they think of is pussy and killing 他们只知道女人 玩女人跟杀人 哈哈哈哈 好这样子 Dang Jerry You ever got cut these aviators any slacks 他说 Dang 就是骂人的话 他骂的 Jerry 好这样子 Jerry应该是那个 Chiles You ever gonna cut these aviators any slacks 那个cut somebody some 或any slacks 就是说 你能不能 你会不会 就是说 有时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让他们 不要搞太 太严格 有时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会不会对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要要求太严格这样子 对哪些人呢 Aviators 就是陆航那些人 Charles State Elders Major for an instance 那Charles 司官长就 看了 他的连长 看了一会儿 瞪着他看看了一会儿 Yeah The same day you do 他说我会 对他们不要那么借啦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他们一马 但是呢 我什么时候会这样做呢 你什么时候做我就跟着你 我自己做 你说你不要要求我 你自己 对他们要求那么严格 那为什么因为 从我们前几张看到那个 Major Carven去 把那个中卫派来的 应该是 派来资源的那个开会的 可能也是前进 前进观测官吧 还是什么协调官的 把他赶回去了 他们两个合演了一出戏 记不记得那一段 把那个中卫赶回去了 把他骂一顿 然后叫说 把你们营长叫来 哈哈哈 表示说他们两个都有个毛病 就对陆航的人特别 特别赌来的样子 所以 那个 连长说 说问是官长说 你能不能对这些 陆航的 飞官 这些人 就不要对他们那么凶啦 Tiles就想一想说 你什么时候做得到我就做 You know I don't trust nobody but grounds and they best be airborne ranger grounds 他说你知道 我只相信 地面部队 最苦最累的这些人 那个grounds 是指说 会 跟敌人肉搏战 豪沟战的这种 军种 多兵种 多半都是 陆军里面的步兵 才有可能 那步兵里面又有分好多种 特种部队的空降步兵 突击兵 这样子 那突击兵就是 又有散讯又有突击讯那种的空降步兵 像我这种就是 Airborne Ranger 那如果说你是ranger没有airborne 就不叫ranger ranger是一定airborne 他说我只相信 地面会跟敌人在前线第一线冲杀的这些最苦最累的人 其他我都不相信 而且呢 最好是 空降突击兵的步兵 Airborne Ranger grants 那同学不要小看那个 Airborne Ranger grants 这个在美国是很 你只要讲也是 Airborne Ranger infantry Airborne infantry 是很受尊敬的 特种部队那是不一样的训练所以 走路都是有风的 我还记得我在乔治人大学上课的时候有一个美军现役的 特种部队的在我们班 他原来不认识我 我们第一次 报名那个课程的时候 他也是跟我在这边嘻哈可是我也是上课讲说我们因为讨论了一些 战争 战场里面的事情 我就讲说我是 Airborne Ranger Airborne Infantry 他下课马上就过来跟我赐意 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是 是这样 那个在美国 部队 特种部队跟一些优秀的 受过很多严格训练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Colvin took the sergeant's arm affectionately and turning toward the map 那Colvin就 抓着那个 联事官长的手 很热情的抓着他的手 说你想得对 用肢体语言来表示说我赞成你的讲法 然后呢 把他拉到 地图那边去了 我相信 应该是有张大地图 Let's go over it again 他其实蛮紧张 因为他是整个计划执行的 要负成败责任的人 而且这个计划除了他自己的人 已经在第一线了 发现敌的大部队了 营机部队 他还要 协调空军 去做空攻 还有陆航的部队 对他来讲压力蛮大的 所以他跟他那个 司官长在那边 开玩笑是输解一点压力 其实我相信他很紧张 Let's go over it again 他说我们再整个看一遍 整个流程企划再看一遍 不要中间出错了 因为他知道那个司官长连司官长还有经验 他怕他遗漏了 Jarrett And see if we miss anything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是漏了什么东西 这样 好 最后一段场景就跳到 第一线那个tutu 但是是另外四个人 留下来留在 没有 没有去侦查 留在 颖本 那个那个 班本 分队本队的 这四个人 Mix跟 Grady出去侦查 留下来的这四个人 场景回到那四个人身上 Yep think they're ok You think they're ok 他说你觉得那两个人 应该没问题吧 Sure Ben You know great Hey What are we eating tonight 那那个 Ben 钟雄 在问说 喔 那两个人 会不会出什么事 不会出事吧 他们应该没问题吧 Sure Ben You know great 他说当然不会有问题嘛 你讲了什么废话 你难道还不认识我们队长吗 喔 那个队长怎么可能出问题 好但是已经是 好手真的充了好手他还出问题那就完了 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不要去想那种不会发生的事 不会有事 他就讲转移注意 Hey What are we eating tonight 我们今天晚餐要吃什么 转移一下注意力 让大家轻松一下 The brown face frowned What you mean we 那个brown face就是钟雄 因为他是非洲裔的 就脸色就不好看了 就是摆一副臭脸 What you mean we 他说 你想我们大家吃什么什么意思 不是各吃各的吗 什么叫我们吃什么 他立刻觉得不对 Rock smile slightly 那那个Rock因为是 这个你这四个人里面的领班 应该是副队长 这个时候就带领这四个人他最大 他就笑很诡异的笑了 Now Ben I know you carry more food than anybody 他说 当然是我们一起吃啊 因为我 因为我知道你带着吃的东西比我们多多 他偷看到他 或是 知道他带了很多口粮 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 Socks hearing them whisper leaned over 那那个Socks原来是那个 RTO 就是无线电操作手 他偷听到他们两个在小生讲话了 然后就靠了过去 Really I see him pack his shit That big dude is walking grocery store 他就附和就说 诶真的你讲对了 我有看到他打包 那个pack his shit 那个shed其实是crap 就东西啊 那个军中的用语 一直到我在forbending 大家也是用shed 代表你的东西 就是 我们那个背包里面有时候 杂七杂八一堆 就是赶紧把你东西 放好 装到背包里面准备要触发了 有时候那个背包容量 很大你把里面东西全部倒出来一摊 可以装一间屋子 哈哈哈你把他都摊开的话 你看那个容量多大多重 什么时候会这样做 进水的时候你的背包进水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摊开来晾干 把水擦干 否则你那个 塞在里面东西会烂掉 这样子 我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一次下大雨 雨大得不得了 躲也来不及了 就淋着雨 做 做 部队运动 然后等到我们到目的地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背包把衣服脱下来先亮 然后把背包里面东西全部摊开铺在地上 重新整理 一个背包可以铺大概 一间小房间那么多 那完了之后要出发他会讲 get your shit together get your shit together 就是把你东西给来收一收了 所以那个shed不是 死的意思是说你的东西 Sox有看到说他有看到他 打包的时候里面装了不少东西 他讲说 那个大个子 是一个行动 杂货店 什么东西都有 walking grocery store Come on guys I'm bigger I need a little more fuel That's all 那 宗雄已经知道他们想 寄予 要瓜分他带的东西了 他就说 大家 不要开玩笑 我的体型比较庞大 我需要多一点的燃料 就这样而已 我不是贪吃 Rock tap socks on 那那个rock就拍一拍 那个无线电手 Sox的手 拍一拍他说 What do you say We make a big mulligan stew tonight Cause Ben's providing two lerps 他就他就在开玩笑 他说 这样好不好 我们今天晚上吃 mulligan stew 那个mulligan stew 其实就有点像 大杂烩 就是所有能吃东西全部丢在一起 煮 这样子 这个源自于大概19世纪 左右 美国的一些 劳动人口 他是要迁徙的 跟那个 可能比如说你要 冶金啊你要找金矿啊之类的他他会随着工作不断的移动 这种移工 那他们吃的就是三五个人凑在一起身上有什么就全部拿出来能吃的 全部把它弄一弄煮成一大锅这样子 有点像我们的 那种叫什么 就是 什么菜尾饭来什么 不知道就是把所有东西 剩菜剩饭倒在一起 但他们那个剩菜剩饭不是 熟食是生食 身上有什么菜 生的还没煮的 拿出来凑一凑弄一弄煮一大锅这样子 有点像菜尾饭来什么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做菜尾饭 反正就是那种大锅 大锅饭 那个叫 盖在一起吃 那他们要怎么盖 后面应该会看到了因为不能生火 能做的大概就是把 口粮拿出来看看他们怎么 怎么去弄 弄那个 这样 那我们陆军官校是用脸盆了这个脸盆真是万人 可以挖水沟挖厕所 我弄东西都是用脸盆 洗洗你洗脸还是用那个脸盆 我们还有一种 半火山就是偷偷的 低年级的时候偷偷的 把泡面拿出来全部倒到 那个脸盆里面 然后用电汤匙煮 煮了一大锅的那个泡面 然后大家就拿筷子 冬天的时候晚上不睡觉 用那个脸盆煮泡面大家围在一起吃 哈哈哈哈 那是官校 官校版的 Mulligan Stew Cause Ben's providing two lerps 那个Lerps是一种口粮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内容还蛮丰富蛮不错的 那那个Lerps是指说新开发出来做长距离征收的一出去好几天的这些人准备的口粮 这样子 里面内容因为很丰富所以 他就讲 我们大家出一包就好了 叫Ben出两包 哈哈哈哈 凹他 He looked at Ben What's the grand 然后那个Rar就看了 看了一下那个钟雄 然后就露出笑脸 硬是要凹他的意思啊 And where are kicking one Kicking是指 凑 大家凑一包就好了 那个Ben出两包 Two come on Rock It ain't fair 他说两包我出两包 他就跟那个Rock讲不要闹了 这个不公平 他们就是 在那边留守 苦中作乐啦 这样子 好 37分钟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待会我用 实体书来正印一下我们今天就功德圆满 礼拜天 轻松一点 不要搞太累 那我在 正印之前我们做一个小的回顾 呃 这一种 也算地空整体作战或是说所谓的 联合作战 联合作战是 空军的 战风机 战斗机 搭配陆航 军属的陆航的 轻航空营里面的攻击直升机 可能还会运用到一些运输直升机 搭配地面部队 然后把敌人的位置找到 然后 精准攻击 所以需要 空中的前进 呃 管制官 过去做 定位 这样子 这个整个的搭配在60年前美军就玩得 非常的 出神入化 所以我讲越战的挫败并不是一个战争在战术阶层本身的挫败 而是政治面的挫败 这样子 他的战术层面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 那现在很多的作战观念 也是从越在那个时候实战经验慢慢 进步进化而来的 这样子 所以 不能小看越在那个时候的作战观念我们现在要做 我们不要讲说是 Asymmetrical warfare 那种非对称作战 我相信我们军中这些老家或是不懂什么叫 Asymmetrical warfare 光讲电脑就不懂了 你还讲什么非对称作战 光连这种所谓的 比较 美军 60年前的这种地空整体作战跟 跨军种的联合作战我看都没有办法 那种乱演的不算了 我们自己应该好好检讨这一块 那是我有感而发 不是我没事都喜欢干掉不是这个意思 好 从74页和75页后面 我用实体书来念 好 开始 好换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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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在敬ут 中共之一 把你身份的 您确定 今天 好换夜 我们带来 你好换夜 可以 瓶子 我 and checkpoint locations Good luck and good hunting He walked down the aisle to the operations room where Charles stood waiting What do you think Jerry Should I have added anything Now the dumb shit prima donnas won't understand anything too technical All they think of is pussy and killing Damn Jerry You ever gonna cut these aviators any slack Chall stared at his major for an instant Yeah the same day you do You know I don't trust nobody but grounds And they best be airborne ranger grounds Colvin took the sergeant's arm affectionatelyand turning toward the map Let's go over it again Jerry and see if we missed anything You think they're okay Sure Ben you know Greg Hey what we eating tonight The brown face frowned What you mean we Rock smiled slightly Now Ben I know you carry more food than anybody Sucks here and then whispered Leaned over Really I see him pack his shit That big dude is the walking grocery store Come on guys I'm bigger I needed a little more fuel That's all Rock tapped socks on What do you say we make a big mulligan stew tonight Cause Ben's providing two lerps He looked at Ben with a grain And we're all kicking one Two Come on Rock It ain't fair 43分鐘我就念完了 那結束前 我再補充一下 我之前講的 這種 Airborne Ranger 裡面的所謂的 最重要就是火力協調 你看一個聯的聯長 那個還不算是聯長 那個是少校的隊長 Ranger Company 裡面算聯長 但是因為編制 比較跟一般的聯隊不太一樣 他好像五個牌 每個牌 四個小隊等等 他就有能力 一個少校聯長 就有能力訂定一個作戰計劃 他自己的人 派到最危險的地方執行 找到一個敵人的大部隊 迎擊部隊 然後呢 在那種時代 用的很比較 不先進的裝備 都可以找到敵人的位置 然後馬上在 在聯部 召開 空軍 派來的 前進管 前進 管制官 做 一個任務簡報 然後呢 這個任務在由 空軍的 這個 聯長 空軍好像不知道是不是聯 他 他的 長官主官 去 再飛到他們的空軍基地去 做任務 的分配 然後自己軍屬的 陸航部隊的作戰官也全力配合 這是一個空軍 陸航 地面特種部隊 的一個聯合的立體空間的作戰 這叫地空神力作戰 LM Battle 這樣子 那地面部隊的正規部隊是沒有用到 因為沒有地面的攻擊 Ranger Company那個只是 增收部隊去找敵人的位置 全部是空中 那以這種概念 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才能夠去結合到 現在比較先進國家的作戰方式 否則會有知識差 知識落差 那個知識是所謂的 軍事專業知識 所以我講說環太平洋軍演 還好這次疫情的關係 我們並沒有受邀 真的受邀我其實蠻擔心的 以我們的水準 怎麼去跟美軍去彌補那個 軍事知識上面的差距 這樣子 那我其實是蠻想幹掉一下阿發的 因為很多西點軍要回來的學弟 很多我都帶過 都是在他在當陸軍總司令的時候 大量退伍走掉的 我們從來就不知道怎麼樣 把美軍在美國受訓 在美國受軍事訓練的這些人集合起來 讓他學的東西能夠回國來 還能夠繼續留著 不要忘記 因為美國的軍事文化各方面跟我們都不一樣 他在美國學的東西回來根本用不到 你把他丟到一般部隊去 他不是要從零開始學阿 人人也不認識 以西點軍校跟其他軍校學生來講 他官校一年級到西點軍校去了 他認識的人都不會到台灣來 他學的是美軍那一套 而且還沒下部隊喔 還沒到部隊去 部隊的狀況都不了解 只是受一般的軍事教育 回國你把他丟到一般部隊去 他什麼都搞不清楚 人也不認識 東點的又很喜歡修理西點的 所以我之前不是講一個61期來60期的在金門 制裁阿 那個連長 衛基尼亞軍校的 我們就是 受訓送了一堆人 回來沒有把那個學的東西保留下來 還不斷的丟到部隊去 不是集中起來 是把他丟到部隊去被東點的狗幹 然後退伍 蒙聲退役 那這個訓受的沒有用嘛 那我是不知道阿發到底腦袋掛在裝什麼啦 送那個軍售案或是說西點軍校 破兵是我去的啦 你到底知不知道怎麼樣去帶這些 運用這些從美國受訓回來 你到底知不知道 還好環太平洋軍也沒有邀請我們去啦 邀請我們去我們是去那邊出洋巷 把人家船撞翻啦 還是其他人要來救你啊 所以我一直對這件事情很耿耿於懷 不知道怎麼運用這些從國外學東西的回來 把他丟到部隊裡面去讓他死 這樣子 這個就是說 長官腦袋瓜裝漿糊的這批人 全部都要到榮家裡面去 不是當家長啦 去當榮民啦 去當住民啦 根本不能夠去做決策嘛 每次搞的東西都很奇怪 浪費國家資源 你知不知道訓練一個訓練軍藥學生 維基甲軍藥學生要花多少錢 這樣子 然後等到要用了咧 找不到人就亂抓瞎 每次出去的受訓的班隊都等於是 在當那個旅遊團 根本不是出去學東西的 我們怎麼去跟國際接軌啊 那個要重視啊 我其他人不想講啦 你真的要把那些東西都挖出來 阿發你一定死而難看的啦 我就光把你怎麼 在你任內 因為一堆西點軍校的退伍不幹 現在留下西點軍校在幹嘛 我看你也搞不清楚 怎麼用你也不知道 這樣子 好我今天就有感和巴講到這邊 49分鐘了差不多了 好禮拜天晚上 感謝同學收看 我們明天禮拜一 繼續做Charlie Mike 或是其他有機會 有碰到做一些小單元的補充 感謝同學晚安